警察骑车在南北大道上巡逻,某天从港亭出发,来来回回巡逻,规定向北方向为正,巡逻了一整天,行驶状况记录如下,最后停在了A点,你知道A在港亭的什么位置吗? 这些数据有正有负,咱分析一下,正的代表往北走的距离,负的代表往南走的距离,要看A在起点的南边还是北边,那就得看这些数加起来是正的还是负的,把它们加起来,所有正的放一起,所有负的放一起,接着计算,这堆正的加起来得27,再算这堆负数的和,全是负数相加,结果还是负的, 再把数值相加,括号里的数算出来,得41,所以就是27加上负41,正的加负的,正的少,负的多,那结果还是负的,至于数值,两者相减即可,得负14,所以A点对应的数就是负14,那就是在港亭的南边,并且距离港亭14千米,以后再遇到这种求位置的提醒,你就把所有的数加起来算总和, 再和正方向比对即可,如果进一步的,若摩托车每行驶1000米,耗油A升,问你,这一天共耗油多少升,你还会做吗?有小伙伴说,用14乘以A,不对不对,这个-14千米,表示的是最后停止的位置,到起点的距离,并不是行驶的总路程,虽然行驶的情况有正有负, 但是,不管是往北还是往南,都会耗油,所以,在计算总路程的时候,不能直接用它们的总和来算,而是应该不管符号,把这些数值加起来,不难算出,结果为68,所以,一共行驶了68千米,那总耗油量就是68A, 再提醒一遍,在计算总路程的时候,要把所有的数值相加,不要管符号,好了,总结一下,这个视频,我就给你讲了,相反意义的量,与流理数的加减, 在求最后的位置时,是把所有的数代符号相加,在求总路程时,要忽略符号,把所有的数值相加, 怎么样,明白了吗?明白的话,就速速去刷题吧。